我看了一下这个吴奇隆人的命盘 他是1970年10月31号出生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他的婚姻 婚姻跟流失是不是 是属于第一次到处 因为从2024年的 因为跟太子来就会往分离的角度 一直会持续到2024年的年底 这个现象很难去改变 而且很平显 所以我才会受到 支持你第一次到处的 不几乎 我不行 我要建筑化能管用的人 坦白跟抱抱 安达幼时9年婚变不是个案 算命铁口2024更大咖的比例 是什么老婆 Go 带你去吸引我的心 穿一圈 穿一床幸运草 穿一个同行园 把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喚 成青春多个伴 他把最好的 要约我了 2016年巴厘岛天堂般的婚礼记忆犹新 殊不知中国疯传 吴奇隆 刘诗诗因缘走上了末路 两人已分居三年 今年在谈分产随时官宣 但我网友注意到刘诗诗目前微博IP位置 显示在台湾 而吴奇隆微博IP位置 则显示在河北 他的金星跟海王星是合相 金星海王星合相 代表说他的婚姻感 其实会有一些巨星不错的现象 我看了一下吴奇隆的命盘 他是1970年10月 但是一号附身的 他的星座里面 太阳 水星 木星 月亮 金星 还有海王星都是天仙座 那么天仙座还代表的是 吴奇隆 有点来讲 现在有一颗天王星是在 金融座的天空当中 刚好对从他天仙座里面的所有的兴趣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他的婚姻 和2014是 福利第一道出 因为从2024年的医院的感染 就有这种婚礼的角度 一直会失去到2024年的年底 这个现象很难去改变 而且很明显 所以我才会说他自己 一定会告诉他 不及关系 哎呦老师这么难说 就让他继续说 2024是林志玲和肖敬腾的有生之年呢 我看了一下林志玲的那个命盘 对他先生的命盘 对他先生的命盘 因为现在林志玲 他虽然是已经有一个男孩了 但是因为他先生的命盘当中 明年带了一个子女律 而且是一个女孩的命期 许愿许了一辈子了 我觉得老天爷应该听得到 小孩这一部分呢 我看了是那个烧晋腾的命盘 他的那个明年 他的金星是很亮的 金星很亮 代表是说他的生儿育语的能量上面 就代表是说有一个孩子 或者死的名字 如果以安兰佑氏的命盘来讲 他们现在走入一个名叫做 天王星跟天王星的180度 它是一种分离的迹象 其实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 总会当中的感觉 可能他也会还行进行公司 或者是搬家 他的基因心是落在天蝎座 可能的变词呢 应该会是有的感情 要不会是说 改造新的对象 大家从过去一件事 的人到处来去选择 撒替一位新闻 详细啊 详细啊 报导